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談一談 郭台銘參加台灣總統大選的幾個相關的問題 我過去對郭台銘參選總統一直是有一些疑點的 有一些問題是沒搞清楚,有一些奇怪的現象 是需要進一步解釋的,昨天我就得到了一些新的資訊 一些新的情報,我相信很多深度觀察台灣政壇情況的 深度思考兩岸關係的這些朋友和我一樣有相同的疑問 所以說我今天就要給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得到的這些資訊給大家分析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 郭台銘為什麼在70歲高年的時候要出來躺這一趟渾水 中共又怎麼能夠容許郭台銘出來跟韓國瑜競爭 來分裂國民黨來分散藍營的選票 然後再來講一講中共內部的情況 內鬥的情況將來會怎麼樣影響台灣的選情 尤其是影響藍營的選情 在講這些問題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宣布一條消息 就是我現在要新增加一個欄目 這個頻道,自媒體頻道要新增加一個欄目 這個欄目叫做一頻快頻,我過去的欄目叫做一頻論證 現在新增加一個一頻快頻,為什麼要增加這個頻道呢? 是因為有過去半年一年的時間不斷的有朋友 在向我提出善意的批評,說我出視頻的這個頻率實在是太低了 我過去的頻率大概是每三天出一次,兩天多三天出一次 一個視頻有時候會拖到一個星期才出一個視頻 有時候甚至拖到十天半月才出一個視頻 這些朋友批評說你跟不上時代變化的步伐 因為現在是一個急劇變化的時代 也是一個中國大變革即將發生的時代 每天都有很多重要的事情在發生 在這個變局這個臨界點到來之前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件 它要積累起來,這個事積累起來之後 到那個臨界點爆發的時候 它才會大家才能夠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情 所以說現在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將來 理解將來所發生的事情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做一個自媒體人應當不斷的在分析 不斷的在給大家提供這樣的資料,提供這樣的思考 這是自媒體人的責任,我覺得大家批評的都非常的對 我給大家的解釋,這些朋友的解釋就是 做自媒體人這只是我的一個副業 我的主業是什麼呢?主業是推動中國的顏色革命 街頭革命,這是我的主業 而推動街頭革命這個是一個非常繁重的、複雜的工作 要做很多的策劃的工作、組織的工作、聯絡的工作 經常要到各地去拜會朋友 甚至有時候要到台灣去拜會 從中國過來的這些朋友 而且每天要打很多很多的電話 每天總是有好多個小時都是在電話上面跟人家在溝通 那麼做了這些之後就有一點精力不夠、時間不夠了 所以說做自媒體的時間就比較少了 那麼我過去做一評論證這個頻道 我對自己的要求還比較嚴格不能夠出自濫造 至少是要收集到足夠的信息 然後整理自己的思路 一定要做到邏輯鏈條的完整 做到邏輯上的自洽 然後還要做到表述上 基本上這個要可以接受 有時候實在是這個精力實在是太不計了 太疲憊了 那麼表述起來就比較不那麼流暢 所以說有時候一遍不行 還要做第二遍甚至是做第三遍 所以一個視頻都要耗費掉比較長的時間 比較多的精力 平均起來都要四五個小時才能做一個視頻 所以這種速度我就沒有辦法每天出 沒有辦法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發表評論 所以作為自媒體人這樣是不行的 那麼現在我就想到一個新的辦法 既能夠保證大量的時間 在做推動革命的這種具體的工作 同時也要保證經常的出視頻 經常和大家在視頻上面進行溝通 那麼怎麼樣做呢?答案就是這個方法 就是一頻快頻我要改變過去做評論的 做這個政治評論的這個方法 現在就是說我一旦有任何新的消息 我馬上就拿出來說 一旦有任何我覺得值得大家關注的資訊 我馬上就給提供給大家 甚至是有一些時候我覺得有一些重要的想法 能夠給大家提供一些參考意見的 我也馬上拿出來講 那麼篇幅就不限了 那有時候可能是三五分鐘 有時候可能是十幾分鐘 那麼最多也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所以說篇幅就比較靈活 我過去的做一批論證的篇幅 一般的是在15分鐘到40分鐘之間 最長的可能是40分鐘左右 最短也要15分鐘 但是呢今後我這個篇幅就不限了 有多少講多少那麼隨時都可以拿出來講 時間也可以是隨時的比較靈活的來發表意見的 所以這是我現在做出的一個改變 好那我們現在言歸正傳來談一談郭泰銘 首先來談一談郭泰銘為什麼要參加台灣總統選舉 有很多人把郭泰銘叫做台灣川普 認為他參加總統選舉就是受了川普的啟發 他要棄商從政不錯 郭泰銘和川普有相似之處 兩個人都是大商人億萬富豪 都在70歲的高齡準備棄商從政 但是他們兩個人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而這些不同的地方就決定了 郭泰銘並不適合從事政治活動 更不適合參加總統選舉 而川普就非常的適合 哪些不同呢?首先是身體狀況不同 川普雖然是年紀很大了 但是這個人身體狀況非常的好 可以說是氣壯如牛 在2016年他參加台灣美國總統選舉的時候 那個總統選舉的行程是排得非常的滿 每天要跑很多的場子做很多的演講 要見很多的人可以說馬不停蹄 但是他從來沒有顯示過絲毫的疲憊姿態 一直是精力充沛信心滿滿的這麼一個人 所以他的身體狀況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郭泰銘就不一樣了,大家仔細觀察一下 郭泰銘的那張臉 那是一張充滿了布滿了老年班的一張臉 老年班有礙觀瞻,對男人來說都不重要 對總統來說,對一個總統候選人來說都不重要 關鍵的是他說明表露的一個信息 第一就是這個人的身體狀況現在已經老化了 已經精力不济了,已經身體狀況不行了 這個跟川普之間是有重大的區別 一個人身體狀況不行,怎麼能夠擔任重大的職務呢? 那麼第二個就是精神狀態也有相當大的區別 大家看一看川普,他雖然年紀大 但是思維還是非常非常的活躍 思維是腦筋裡面發生的事情怎麼看得出來呢? 大家看他的表述,看他的這個說話就能夠看得出來 川普說話他雖然算不上是演說家 他的表述都是非常口語化的 經常是短句子,但是表述的非常的流暢 就是說明他思維是非常活躍的,是很有條理的 但是郭台銘就不一樣了,他真正的是符合 一個70歲老人家的這種思維狀態 是非常的緩慢,而且有一些不清晰 所以說他的表述經常是持不達意 有好幾次好多次在公眾場合上面表述 講半天大家都不知道他講什麼 這是兩個人的第二個區別 那麼身體狀況和精神狀態都不佳 這就是說明這個人他是沒有從事政治活動的一些基本素質的 那麼更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有一個 他就是川普過去有幾十年的政治方面的積累 川普雖然沒有擔任過任何公職,他一直是個商人 但是他和美國政界一直是保持著緊密的聯繫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觀察,在評論,在參與美國的政治活動 他對美國政治有諸多的表述過去幾十年從來沒有間斷過 他是政治立場也是一以貫之,是美國的保守派 那麼他過去的這幾十年的積累,最後到了勞年的時候 他決定去商從政,那麼他就有所有的這些條件都已經具備了 所以他後來贏得了總統大選,而且現在還幹得非常的不錯 美國的政治經濟情況現在都非常的不錯 郭台銘就不一樣了,郭台銘過去幾十年大家去搜尋一下 他在政治方面的表述是少之又少 不僅僅是在國際政治方面,在中國大陸政治方面 甚至在台灣政治方面,他的表述都是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這就說明什麼問題呢? 說明他並沒有系統的深入的思考過台灣的政治問題 沒有這方面的積累 也可以說他對政治並不投入 那麼現在參選台灣總統,這就是要想平地起高樓 這怎麼可能呢? 這些狀況,川普和郭台銘之間的這些不同 這已經說明了,郭台銘這個人他並不適合去從政 更不適合去選舉台灣的總統 但是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從政治上已經是解釋不通的 那郭台銘他是一個聰明人,他是一個精明人 他當然能夠理解自己的長處和短板 當然能夠理解自己並不適合從事政治活動 尤其是不適合在70高年的時候來攪這一趟渾水 台灣的這個總統選舉可以說比美國的總統選舉還要複雜得多 他在這個時候在這種身體狀況精神狀態下 在這種政治積累的這種情況下他是不適合參與的 但是他為什麼要參與呢?從政治的角度是解釋不通的 他只能從經濟的角度來解釋,因為他過去一直就是一個商人 商業的這個頭腦是主宰他的決策的一個最重要的方面 那麼他的這個商業帝國主要是建立在大陸的 那在大陸是主要的資產都是在大陸的 那麼在大陸過去這幾年經濟狀況發生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轉變 在2013年、2014年之前大陸過去幾十年的經濟 從88年郭台銘投資到大陸投資開始 這一段時間經濟基本上都是向上行的,是向上走的 是高速發展的,但是到了2013年、2014年就有了一個突然的轉變 就開始走下坡路了,那麼這個時候 有一些精明的商人就已經發覺不對頭了 那麼就開始撤離了,那像李嘉誠,春江水暖壓限制 這是最精明的商人,14年的時候就開始大規模的從中國撤資了 郭台銘沒有李嘉誠那麼精明,但是他也意識得到 到18年的時候,那時候比較笨的人都能夠意識到 必須得從中國撤出來了,那個時候貿易戰已經開始了嘛 尤其是郭台銘做這種生意,是做代工的生意 都是要出口到美國,出口到歐洲世界各地的 美國是中國最大的一個市場 那麼這個時候他也是郭台銘的商業帝國的 一個最大的一個市場 這個時候美國跟中國開始了貿易戰 那麼郭台銘想撤出中國,這就是他最佳的一個選擇 也幾乎說是可以說是他的這個商業帝國要想維持下去 要想生存下去,這是唯一的一個選擇 但是中共那個時候他也意識到了 這個時候不能夠讓你們這些人跑掉了 歐美的那些大公司,跨國公司有他們強大的國家實力做後盾 他們跑尚且困難,那麼郭台銘你作為一個台灣的一個商人 那麼尤其是現在台灣的這個政府跟中共的生意 中共的這個關係並不是太好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一定要卡住你不讓你逃 那麼怎麼樣才能夠逃得出來呢? 怎麼樣才能夠逃得出來呢?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郭台銘參選台灣總統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參選台灣總統 如果你選上了,那麼你自然手上就有一些牌 有這些牌中共要想跟你玩,你就可以出這些牌 就把以政治來換經濟,出賣台灣的利益 然後換取中共把你的經濟利益還給你 讓你撤出來,不吞併你,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招數 如果是選不成,至少是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只要有一線的希望,那麼這個時候他就能夠撤多少就撤多少 手上雖然沒有滿手的好牌,不像選舉成功了之後 有那麼滿手的好牌,但是在選舉過程當中 只要還有一點希望,那麼你就有幾張牌可打 有幾張牌可打,你就可以撤出一部分來 總比全部都爛在那個地方要好 這就是郭台銘的參選台灣總統的最大的原因之一 我不是說沒有其他的原因,其他的原因可能也有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一定是這個經濟上的原因 而現在中國的經濟活動最大的,最值得去做的經濟活動 就是把錢從中國大陸轉移出來 這是所有的現在在中國從事商業活動這些商人 他們都想做的一件事情,郭台銘難道不願意去做嗎? 他怎麼去做呢?郭台銘想到了這個辦法 就是參加台灣總統的選舉 講到這裡,肯定有些朋友會提出和我一樣提出第二個問題 就是中共怎麼能夠容忍郭台銘參加這場選舉 郭台銘參加選舉有幾個效應 第一個效應就是衝擊韓國瑜的選情 韓國瑜是中共支持的人,你衝擊韓國瑜的選情 這就是跟中共作對嘛,第二個是造成國民黨的分裂 實質性的分裂 現在國民黨的元老行王金平已經跟郭台銘聯手了 那勢必會帶出一部分的國民黨員 這造成國民黨的分裂,這對中共也是不利的 因為國民黨是親共的,而民進黨是中共所反對的 你對國民黨造成的分裂,這就是有利於民進黨嘛 第三就是在未來的選舉當中勢必會分散藍營的票員 分散票員了,對民進黨對蔡英文就有好處 當然他也會拉走一批中間派 甚至拉走一小部分範圍陣營的票員 但是他主要的衝擊對象,最大的衝擊對象還是藍營 因為郭台銘不管怎麼說,他還是標籤還是藍營的人 他還是支持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 所以還是一部分親共的這些藍營的人會投他的票的 所以對藍營的選舉的衝擊相當相當的大 對綠營的選舉衝擊相當的小,所以說對蔡英文有利 那麼為什麼中共會容忍這種情況? 我告訴大家,大家一定不要誤解中共 中共他不是鐵板一塊,中共是分內部很多個派系 那麼現在掌權的是習近平的派系 但是其他的很多派系,他們也有相當大的能量 這些派系現在對習近平的派系是非常非常的不滿 所以要找到任何機會就要給習近平挖坑,下叛者給他設置障礙 那麼在台灣總統選舉,台灣大選這件事情上面 他們一定會對習近平出手,一定會給他製造障礙 那麼現在郭台銘出來參選,背後就是這些人的支持 這些人就是想通過郭台銘出來參選,給習近平製造障礙 如果是讓韓國瑜選情受到影響,讓他不能夠當選 這就是給習近平一個難堪,讓習近平不能在台灣問題上面得分 那麼習近平在台灣問題上再一次失敗 這就會給今後中共黨內的那些派系聯手來對付習近平 製造一個先決條件,一個重要的條件 所以台海、台灣問題這是中共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習近平在這裡失敗了,今後其他的派系就可以拿這點來攻擊他 如果是郭台銘最後居然贏了,那就更好 那麼這些派系手上他就會有一張非常強硬的牌跟習近平來玩 就拿這張牌來跟習近平來做一個交換 所以說這些派系他們會支持郭台銘,主要是哪個派系呢? 主要是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個派系 郭台銘是88年到中國去投資的,96年是大規模的 開始擴展他的商業帝國,開始發大財 那麼這個時候統治中國的是誰呢?是江澤民和曾慶紅 江曾派系,那在中國想發這麼大的財 成為一個世界級的富豪,沒有可靠的政界的背景 那是不行的,沒有和政界的這些人成為利益共同體 那是不行的,所以說郭台銘發這麼大的財 那就是因為他和江曾派系他們已經結成了利益上的同盟 所以他跟習近平雖然也沒有明顯的有什麼樣的敵對關係 但是他和江澤民、曾慶紅的這種利益上的同盟 這是牢不可破的,而江澤民、曾慶紅他就會在 郭台銘這件事情上面支持他,支持他參選 這個對江曾派系有好處,對郭台銘也有好處 兩個人在這個上面又找到了一個利益上的共同點 所以說郭台銘他可以放心大膽的 去衝擊韓國瑜的選情,去分裂國民黨 而不用擔心在中國國內受到太大的打擊 因為還有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個派系在罩著他 當然了這個派系他們也是在和習近平在衝突之中 未來的情況現在還不確定,但是至少現在還有機會 那大家去看一看鳳凰網上面,鳳凰網這是江曾派系的一個媒體 是這個鳳凰衛視、鳳凰網他們這都是一個體系的 這個體系他們跟中共的其他的這些媒體不是一個調子的 其他的媒體很多的媒體都是在支持韓國瑜的,吹捧韓國瑜的 但是這個媒體他是支持郭台銘的 這個裡面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玄機了 因為這個鳳凰網就是江曾派系所控制的這麼一個宣傳機構 對韓國瑜的批評非常的多,對郭台銘包揚有加 這就是中共現在派系鬥爭對台灣選舉的這場影響 這個派系鬥爭現在還在持續,還有很多的變數 這些變數將來可能會對台灣的選情產生突發性的這種影響 比如說江澤民現在已經年紀非常大了,身體狀況也是非常的不好 隨時都有可能死掉,他這一死掉整個派系的 整個中國這個政治的生態就會產生一定程度的改變 他死掉了之後,曾慶紅能不能繼續能夠維持這個派系內部的 這種向心力,能夠把大家團結起來跟習近平對抗 這都是未知之術,也有極有可能曾慶紅還是有這個能力的 但是萬一是習近平,他那個時候強力出擊 把江澤民這個派系打垮了,那個時候怎麼辦呢? 那時候郭台銘的這個選情就會一落千丈 他在國內的生意也會受到強大的衝擊 可能甚至是血本無歸,這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今後的這個半年的時間,四個月的時間 台灣選舉之前,大家將會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發生 那在今年4月中旬,郭台銘剛剛宣布 參加台灣總統大選的國民黨內初選的時候 就出現了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那麼很多研究台灣問題的專家學者都注意到了 我相信台灣的政界的情報界的很多人也注意到了 什麼現象呢?就是在此之前 中共大概派了30萬的網絡水軍在台灣的自媒體 和互聯網平臺上面來帶風向的 而這些人主要過去是支持韓國瑜的 主要是過來支持韓國瑜,支持他們的主要的任務 但是郭台銘宣布參選之後,這些人突然一下子就消失了 95%的人就消失了,還有5%的可能是自乾五 什麼自乾五呢?就是自帶乾糧的五毛 就是黨媒給他交任務,他自己要來完成任務的那些五毛 那些人可能大部分是海外的華僑 還有一部分是國內翻牆出來的這些自乾五 那麼這些人繼續活動,但是他們是少數 絕大多數的陳建制的五毛水軍 那是說中國的共產黨的這個宣傳機構控制的 是由他們統一指揮的這些人突然就消失了 有很多朋友就認為這是不是中共要轉向 從支持韓國瑜轉到支持郭泰銘呢? 後來等了幾天發現不對,他們並沒有去支持郭泰銘 而是整體的消失了,好像放假了,這是怎麼個情況呢? 我也是對這個情況是迷惑了很長時間 一直到昨天才有一個國內的朋友告訴我 原來是這樣子的,原來是這樣子 應該是去年八、九月份的時候郭泰銘就見到了習近平 就告訴了習近平他想參選台灣的總統 那那個時候韓國瑜還巴之沒一撇 連高雄市長都巴之沒一撇 所以說共產黨根本就沒有考慮到支持韓國瑜的問題 那一看見郭泰銘有意出來參選總統 這對中共總體上來講他也是有利的 至少郭泰銘他的財產還在國內嘛 所以那個時候習近平他也沒有自己支持的人選 所以郭泰銘要參選,他當然他就支持,他就答應了 那麼這一答應呢,郭泰銘就有了一個上方保健 雖然一直沒用,但是到今年他一拿出來用的時候 黨內的各個派系的這個宣傳體系的一下子就懵了 就不知道該支持誰了,這個人韓國瑜這個是習近平支持的 郭泰銘也有習近平支持的 所以說他們一下子就完全迷糊了,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就停擺了一段時間 但是很快,應當是一個星期十天左右 他們馬上就搞清楚狀況了,又開始支持韓國瑜了 所以這個是台灣選舉過程當中的一個小插曲 有一些細心的人就會注意到了,今後可能還會有這樣的小插曲會出現 因為台灣選舉它是牽扯到兩岸關係 波鬼雲絕的這種兩岸關係會對台灣的這個選舉造成一些諸多諸多的影響 所以大家繼續觀察,也希望朋友們 今年要特別注意,今年的十一 香港的抗爭會繼續發展 可能會興起一個大規模的抗爭的行動 而國內也有很多的維權群體現在準備在十一上街討個說法 要向共產黨討回一些被他們奪走的利益 今年的十一可能會有好戲看 中國現在處在一個大變革的前夜 隨時都有可能爆發新的事情 消滯著歷史轉折的這樣的事件 所以大家一定要一定要非常非常的關注時事,關注政治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下一次再見!